拥抱太阳 戈壁绽放 向阳化 水流奔腾 白鹤滩上限电站 战胜动土 高原之上修高速 连接福夏 坐上高铁去看海 超级工程 过节超级难题 自立自强 凸显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大讲堂 个别策划 一起干个大工程 面对极限挑战 创造中国奇迹 2022年12月20日 当今世界再建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 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金沙江上凌空而起的巨闸 让奔腾的江水转化成强大的电能 与最大发电量可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 白鹤滩水电站的顺利投产 标志着由乌东德 白鹤滩 西洛度 向家坝 三峡和葛桌坝六座梯极电站共同构成的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全面建成 作为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白鹤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顶峰 16台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之寸 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 地下动视群规模世界第一 总长达217公里 蓝河拱坝高289米相当于100层楼高 最大泄洪量达到每秒4.2万立方米 六分多钟就可灌满整个西湖 白鹤滩工程将我国的水电设计水平 施工能力 重大装备制造能力 提升到了一个领先全球的新高度 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 那么这样一座世界级的工程 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 特邀白鹤滩水电站 勘测设计项目经理 张春生带您一起干个大工程 白鹤滩上建电站 大家好 我是张春生 来自中国电键集团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张春生 中国电键集团首席科学家 首席技术专家 白鹤滩水电站勘测设计项目经理 他深耕水电设计研究和工程实践领域30余年 先后主持设计建成 白鹤滩水电站 仅凭二级水电站等22座大型水电工程 为我国水电科技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 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 我们攻克了16项世界级的工程难题 取得了127项关键技术的突破 通过白鹤滩工程的建设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水电建设的水平 全方位地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的国家了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 金沙江整个河道的落差达到了5100米 水能运藏量达到了1.12亿千瓦 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电富矿 河段的全长有3479公里 一个水电站位置的确定 尤其是对于一座巨型电站来说 往往要经历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时间 白鹤滩电站的最终位置的确定 它是逐渐的聚焦 逐渐的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比较了几十个的枢纽的布置方案 最后我们才选到了 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位置 那么白鹤滩巴探呢 它一共有5公里多的长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工程师始终要追求的或者是说始终要秉承的一个原则 作为工程师你肯定不能说哪个地方难我在哪个地方建 这不是工程师要干的事情 水电站尤其是一座巨型水电站的开发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它是一个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 更是一个适应自然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20年白鹤潭工程的发电 我们整个经历了60多年的时间 我们首先是选择电站的位置 而选择这些位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地形地质开展工作 这么大的工程你地质工作不做好 就相当于我们摸不透山体里面的具体情况 那么你怎么来建设这个大坝 怎么来建设这个地下工程 要摸清这个地质工作 我们就要在湍急的金沙江当中去打砖孔 就要在两岸陡峭的山体里面去打探洞 两岸的山体的坡度呢 平均65到70度的坡度 过去那个年代连上去的路都没有 那么六七百米高的这个山 我们每隔50米的高度就要打一批砍探洞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在陡峭的山上去抠出一两米宽的马道出来 来走人 我们地质人要在上面走 我们设备要在上面的运 那么白鹤潭它又是一个典型的干热河谷 一年四季的风很大 我们统计了一下 一年当中七级以上的风就240多天 其中九级以上的风有80多天 那风一来的话 人在一两米宽的马道上站都站不住 更不要说还在上面去作业了 这么大的风 我们走在这么窄的马道上 脚底下就是滚滚的金沙江 你看一眼都是心惊肉跳 而我们的地质人员 我们的工程师 在这种情况下 洗澡滩黑 白水就干粮 一干就是一天 为了早一天把工程的地质情况摸清 我们的地质人员跑遍了白鹤潭的每一个山头 高峰的时候 我们曾经是在三个月里面 光是山路就跑了一千多公里 这期间还要做大量的地质测绘 地质的描绘工作 地质的研究工作 跑了两千多个地质点 它每天光是部数就两万多部 这比方说我们地质工作的前期 条件非常的艰苦 江两岸连这个交通的便桥都没有 怎么办呢 我们就架栏锁 拉通两岸 然后上面设一个吊栏 那我们的地质人员呢 就在吊栏上来来回回 那么大的风 这个吊栏都晃来晃去 胆小的根本是连上都不敢上 在这么艰难和艰苦的情况下 这么多年我们累计完成了37条发现的勘探工作 我们打的钻孔就有20万米 打的探洞有5.5万米 这个勘探工作量在世界水电史上是没有比它再多的了 我们联合80多家科研单位 对200多项课题进行的公关和专题研究工作 完成的研究报告有2500多份 图纸量有27万多张 所以整个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白鸽滩有今天的建设成就 是我们国家无数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 集体奋斗拼搏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选定坝址后 地质勘探工作继续层层深入 白鹤滩地处高山峡谷河段 在这里建设蓝河大坝 拱坝是最适合最经济的方案 但白鹤滩的左右岸并不对称 地势左缓右抖 地质条件左弱右强 这种不对称的山体给拱坝的结构设计 带来巨大挑战 白鹤滩坝高达289米 金沙江上巨大的水流冲击在坝体上 大坝承受的水推力达到了1650万吨 与15000多个长征5号火箭的起飞推力 不相上下 如此惊人的水推力 都将由这种薄形的混凝土坝体来承担 一旦坝体受力不均衡 将威胁整座大坝的稳定和安全 除了山体的不对称 为了下泄多余的洪水 大坝上还设置了7个泄洪深孔和6个泄洪表孔 这对大坝的结构稳定又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同时白鹤滩工程受强烈活动的地震带影响 坝指的地震动参数在300米级高坝中是世界最高的 种种不利因素组合起来 大大增加了白鹤滩不对称大坝的设计难度 金沙江上白鹤滩滚的这条弧线该怎么化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揭晓谜底 尽管我们选的这个中坝指方案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但是由于白鹤滩在这个地方 它两岸的地形不对称 所以造成了我们拱坝的形状 左岸和右岸它不对称 它的不对称达到什么程度呢 总共709米的坝顶户长 它的左岸比右岸整整多出了101米 这个就给我们整个拱坝的设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那么针对这种不对称拱坝结构 我们提出了一整套的均衡设计的技术 也就是说要尽量地想办法把这种地形上的不对称 通过我们的技术措施来使它均衡 达到一种尽量对称尽量均衡的这么一种效果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将拱坝的中心线这个位置呢 尽量地向左去移 你原来不是左右按插了100米吗 我们能不能让它插的少一点 把它中心点往左边去移一下 同时呢增加左侧中下部的坝体的厚度 也就是说你这边长 单薄 那么把这个厚度适当地给你增加一些 再就是说我们将整个坝线向右偏转一下 把整个坝扭一扭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传递到三体当中的力 尽量地往三体深部去走 这样对整个拱坝的支撑它就更好了 保持你太单薄的话 拱坝整个的工作就不稳定了 那么靠这些措施来改善整个坝体的受力的不均匀性 白隔台大坝的不对称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洩洪的影响 它是从220米高度直接卸下来 那么它的洩洪功率达到了惊人的6万个兆瓦 那么这么大的量从坝身下来 冲到下游的河道里面去 你控制不好就会对三体造成破坏 也会对下游的河道造成破坏 所以怎么样子不对称情况下的泄洪消能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这也是我们共同事要克服的一个大问题 那么由于拱坝的这种不对称 我们以往的传统一直采用的 对称泄洪对称消能的这种泄洪方式 在这里就不适用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从坝身泄洪空口喷射出来的水蛇的轨迹来入手 对每一个空口我们都进行差异化的设计 要求左右两侧分配的流量要大致相当 使这些水量在空中进行充分的碰撞 通过这种空撞来消除它下泄的能量 那么为了保证泄洪消能的安全和方案的合理 我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研发了世界上应该说是规模最大的整体模型实验技术 我们模型的尺寸达到多少呢 1比50 也就是对整个白河滩 从整个的水库大坝一直到下游河道 进行全面的一种模拟 全要素全过程对整个工程区的泄洪效能系统 进行水力学综合模拟 对枢纽泄洪物化下游河道的整治 水力调度等等等等 进行全面的实验分析和论证 我们这个模型总的长度达到了95米 它的最高的高度达到了10米 以往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模型的 为做这个模型 我们的实验单位建了一个3000多平米的实验大厅 那么后来呢 要把河道再扩进去 需要再增加模型的长度 旁边又扩了一块出来 为了做这个模型实验 把我们实验单位的大门就堵上了 这个模型一做做了好多年 那么整个这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的实验单位的这个员工 上下半就绕着走 所以很多单位 很多人都为这个白鸽灯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这些大量的实验深入的研究 才保证了我们整个方案的合理 整个工程的安全 那么水库叙碎以来 经过多个训期的运行考验 表明我们的整个的泄洪效能系统 它的运行是非常安全的 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的目标 设计好白鹤滩大坝的曲线形状之后 建设者们被一种山体岩石给拦住了 这种岩石叫做柱状结理玄武岩 在我国云南腾冲的火山遗址 福建漳州的地质公园 以及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等地 都大量分布着这种岩石 在自然界中 它曾形成了许多亮丽的风景 但在工程界 它却颇让人头疼 白鹤滩水电站的两岸山体中 大量粗漏着这种柱状结理玄武岩 这种岩石就像是用橡皮筋 紧紧捆在一起的一把筷子 但当你在这捆筷子堆里掏动的时候 就像扯断了捆住筷子的橡皮筋 岩层会发生位移松散甚至垮塌 那么建设者们该如何完成 在筷子堆里掏动式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种奇妙的岩石 柱状结理玄武岩 这种特殊的岩体 它在原始状态下 它的接理是闭合的 它的承载能力和抵抗变形的能力 是非常的强的 但是一旦开挖以后 它要松弛 一松弛它的抵抗变形的能力 就迅速下降 最高可以下降30%以上 白鸽大坝 这种岩体占了多少量呢 我们整个坝基的开挖面积 是8万平方米 而柱状岩体就占了4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白鸽大坝还能不能建设呢 那我们作为设计者和建设者来讲 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思路和目标是 不能让它松弛 要让这些筷子紧紧的抱在一起 那么怎么办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要对整个柱状结理 岩体的力学特性 进行全面的研究 你要磨透它 为了做这个事情 我们从几公分的岩块 到几米的岩体 再到几十米的工程岩体 我们构建了一个跨尺度的 对柱状结理的岩体的实验系统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柱状结理 在工程当中真实的受力状态 完完全全的把它模拟 或者把它了解出来 在具体的处理措施上 以往的像这种霸基的处理呢 我们都是先把它挖完 后面再来进行处理 开挖和加固 我们往往是分开的 对于一般的岩体来讲 这是一种典型的处理方式 对柱状结理呢 以往的这种处理方式 就不行了 你如果先开挖 开挖完了 后面再来加固 它已经松弛掉了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损害 那么后续的措施再来弥补 总归达不到一种理想的效果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就在没开挖之前 我们对它先进行保护 先进行加固 先通过灌浆 先把它实际上往一块捆去 挤压在一块去 再用精细开挖的方式 再把它掀掉去 挖完了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 迅速地把混凝土除盖上去 压住它 压住混凝土以后 我们再来灌浆 再来加固它 这一套程序 比原来好的岩体的处理程序 要复杂得多 但是也正是这一套复杂的程序 保证了我们整个的处理效果 从处理的最终的效果来看呢 还是非常的理想的 监测表明呢 我们处理以后 柱状接离岩体 它抵抗变性的能力 基本上达到了 跟非柱状接离 也就是好岩体 基本相当的这么一种水平 对处理效果非常理想 那么柱状接离的 这种岩体特性的研究 以及它的工程处理措施的 成功的实施 可以说在水电界 这是第一次 为今后再碰到类似的 容易松弛的岩体的处理 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 也非常成功的一种经验 摸清了柱状结离 这种岩体的脾性后 建设者们将要在 白鹤滩开挖地下动势群 要于白鹤滩所处的 河谷地形狭窄等峻 因此不能像三峡工程一样 将厂房安置在广阔的河道上 只能在两岸的山体当中 挖建地下厂房 同时还要修建 160条纵横交错的交通隧洞 以及大大小小的水电管网 通风洞和防盛排水廊道等 洞市开挖量达2500万立方米 足以填埋1万个 国际标准游泳池 洞市总长度达217公里 其中最庞大的洞市 空间足以装进一艘航空母舰 364个洞市 形成了目前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地下洞市群 但世界级规模 对应的是世界级的难度 地下厂房不仅开挖断面尺寸大 埋身大 还要穿越50多条错洞带 坚硬的岩池中不时夹杂着疏松的泥土层 这就好比要在软硬相间的千层蛋糕中 挖出一座地下宫殿 随时都要面临围廉变形 坍塌和岩块掉落的风险 对建设者来说 怎样保证洞市群的安全是一个巨大挑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建造这座庞大的地下宫殿 我们在左右岸2.6个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 大大小小的布置了各类的洞室364个 我们整个工程总的地下开挖量是2500万方 其中永久洞室的开挖量就是1700万方 这个数量也是世界第一 一般的水电站它的开挖量也就是1200万方 三十百万方 我们达到了1700万方 地下洞室的规模大了 它到底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洞子的开挖它是一层一层的挖下去的 每挖一层边墙就要向里去变形 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山体里面的一种挤压力 这个力有多大呢 33个兆耙 这个理解起来有点难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假设一辆小轿车1.5吨 那么相当于是一个平方米的面积上 我们可以堆上2000多辆小汽车 就这么大的挤压力作用在我们的洞子上 那么你洞子开挖以后 洞子一掏空 那么周边的这些挤压力往里一挤 就要往里去变形去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我们白个滩这种玄武岩地层里面 发育有很多条的层间层内挫动带 这些挫动带延长有几十公里 它的性状是非常差的 遇水以后就非常容易软化 有些遇到水以后就变成了黄泥巴一样的东西 根本没有承载能力 所以我们有硬粹性的接力发育的玄武岩 就像柱状接力这样的 再加上一些软弱加层 再加上这么大的挤压力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要挖出来大大小小那么多的洞石 可以想象我们整个地下洞石群的建设难度有多大 而我们的机组和大量的电器设备 都是布置在这些洞石当中的 那么这还不是说这个洞子垮不垮的问题 它掉下一块石头来 或者是洞子的变形过大 都会威胁我们整个电站的运行 以及我们的设备的安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来保证洞石群的安全 是对我们设计建设者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呢 在这个设计和建设上 我们要对这么多的大大小小上下左右 纵横交错的洞石 首先要对它进行合理的布局 这里面有引水发电 变电通风交通消防等各种各样的洞石 牵扯到各个专业 每个专业都会从它自己的角度 对这些洞石提出要求 满足各个专业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 我们以保证整个洞石群的安全为目标 来进行合理的布局 合理的设计 比方说我们的调牙井 我们一开始是布置成长廊型的 它的尺寸是363米长 33米宽 有93米那么高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尺寸 我们跟竹厂方一配合呢 这个都在一圈 就整个区域基本上掏空了 显然它是不可接受的 怎么办呢 我们的工程师就把它做成圆筒型的 圆筒型又碰到 那么几台机组共用一个调牙井呢 你不可能一台机组就设一个调牙井 那么一开始我们这三台一个 三台一个 再两台一个 有332的布置方式 这样的话我们的调牙井尺寸是多少呢 直径达到60米 那么这个仍然是非常庞大的 能不能再小呢 那么我们就再想办法 就变成2222 也就是每两台共用一个调牙井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尺寸一下子缩到48米 那么再就是 对于这么大的洞石 这么大断面的洞子的开挖 它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 它只能分部位分步走 一步一步的来开挖 那每一次开挖呢 都会引起周边的挤压力的一次调整 那么先开挖哪个洞 后开挖哪个洞 先开挖这个洞的哪一部分 后开挖哪一个部分 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洞石的受力 影响到整个洞石的安全 当然我们最大的厂房这个洞子 它的最大的断面有2860个平方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50多个 双车道隧道那么一个断面 核心洞群它的开挖施工的部数 我们达到了33000多步 我们就把每一步开挖所揭露出来的地质情况 和对洞石受力的监测结果 都输入到这个计算模型当中去 进行分析计算 然后呢根据这个分析计算的结果 再来优化我们下一步的施工的措施 施工的步骤进行全过程的闭环的调控 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保证地下洞石的顺利建设 但是这么大一个工程 这么多的洞子 总归要碰到这样那样的一些 可可碰碰的一些事情 你比方说我们在右岸厂房的 小庄号这个范围里面 边墙产生了开挖以后一种变形 这个变形呢相当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持续 我们在这个地方后续还要继续开挖 一个26米宽有46米深的这么一个积水井 它在变形 你在这里底下还要继续开挖 对这个变形控制 对整个洞子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那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碰到各个专业的 一个协调和一个碰撞的问题了 从土建的一个专业主角度来讲 那么我最好在这个地方别挖了 但是从基电的一个专业上 所有的管路系统 所有的设计都是在这个地方的 不在这里做积水井的话 那么整个系统都要变掉 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个决策 一个决断 为了保证动势的安全 做同基电这些专业的工作 就是说你把这个积水井挪出去 挪到厂房外面去 另外一个积水井 这样的话这一段厂房的这个开挖的高度 就由83米一下子降到了53米 这样的话厂房这个范围里面 它边墙的那个变形就很快就控制下来了 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说在这么大的工程当中 一些专业之间的冲突 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问题 保证整个工程的安全 这是我们设计者一定要综合考虑 来做一个决断 那么回顾整个地下工程的建设的话 这么庞大的地下洞池的规模 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大的 反复的这些问题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磕磕碰碰难免 这是没有大的反复性的问题 这就是非常巨大的一种成功 通过这些技术上的创新 我们成功的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地下厂房东西群 推动了我们国家地下动制群建设的规模 从几百万方到1700万方建设技术的跃升 历史数十载 我们终于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厂房动视群 接下来 白鹤滩将迎接工程师们精心为它打造的强劲心脏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在此之前 百万千瓦机组一直是世界水电的空白区 三峡工程的单机容量是70万千瓦 金沙江下游的乌东德水电站单机容量是85万千瓦 而要设计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难度将成指数级倍增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高达50多米 重量有8000多吨 一台的重量相当于一座爱菲尔铁塔 而白鹤滩共有16台这样的机组 对称分布在左右两岸 装机后 平均每年发电量超过624亿度 一天的发电量就可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 接下来 让我们勇闯世界水电领域的无人区 为白鹤滩打造百万心脏 白鹤滩它每一台机组就是100万的容量 单机容量世界第一 过去我们一个大电厂的装机 不过就是一两百万 白鹤滩一台机组相当于一个大电厂 我们一共装了16台这样的百万千瓦机组 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水电发电史上的一个奇迹 白鹤滩为什么要选用百万机组呢 小一点它的难度不就降下来了吗 小一点行不行呢 从白鹤滩的具体情况来看还真不行 单台机组的容量小的话 整个电站的机组的台数就会增加 这样的话不但我们的土建工程量会增加 整个工程的造价就会增加 更主要的是白鹤滩地形很狭窄的很拘束 如果机组台数再增加 从地形上来讲我们就过不了关 摆不下 我们只能选择装单机容量大的百万千瓦机组 那么从七十万到一百万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上的放大 而是要对水轮机发电机控制和保护系统等等 从流体电磁结构材料冷却绝颜 以及安全性可靠性等各个方面 都要进行全新的设计 是对我们整个机组的设计和机组制造技术的一种全新的考验 比方说我们发电机的冷却 空冷的方式 也是靠空气来进行冷却的方式 它比较可靠一些 那么运行保证率也比较高 但是对于百万千瓦机组来讲 它的容量非常大 那么这样的话 发电机它在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热量就更多 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热量快速排出去的话 就会影响机组的安全稳定的运行 而如果我们把通风量再加大的话 又会降低整个发电机的运转的效率 这种情况下 我们以前的传统的定制转制冷却结构 就很难达到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效果 会很难达到我们这个要求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的设备制造的工程师们 经过了无数次的仿真分析实验验证 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磁极铜牌上 来开设一个内通风孔 并且新增加一个内部冷却区 也就是说 再大幅增加磁极绕足的散热面积 同时来缩短传热的路径 这样的话 散热的效率不就是高了吗 相应的在同样的风量下 更多的热会散出去 冷却空气的利用率就会提高了 风量没增加 那么整个机组的效率不会受影响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发电机冷却所需要的风量 总的量就大幅的降下来了 所以说这是整个机组的发电效率得到了相应的一个提升 我们过去大机组的发电机的效率 一般在98.5%左右 我们白客滩呢 大多少呢 99% 水龄机的效率 以往最高的水平 也就是96%左右 而我们白客滩达到了96.7% 你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的提高 在我们水龄机也好 发电机也好 0.1%的提高 都意味着技术上的创新 和技术上的突破 那么更何况我们提高了这么大的幅度 这也就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基组制造 核心技术上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再比方说我们一台机组的转子的重量超过2000多 它由2万多片磁二钢片叠成 它可以说是一个巨型的万层柄 不是千层柄 它是个巨型的万层柄 那么这2万多层的磁二钢片 它任何一片的不均匀不平衡 都会让转子的重量分布不平衡不均匀 这样的话在整个转子高速旋转的时候 巨大的离心力就会威胁整个机组的运行安全 三峡电站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国外进口这种磁二钢片 并且只能把这种不平整度控制在6个毫米以内 而到了白鹤滩 我们不但能够自己制造这种磁二钢片 并且把不平整度控制在了1个毫米以内 我们直接把它降了5个毫米 全部16台机组投运以来 整个电站的机组和电器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状态非常的理想 百万机组的顺利投运 标示着我们国家水电重大装备的科研设计 制造安装和运行都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创新 以及推动了我们国家整个水电装备 全产业链能力的大幅的提升 我们建立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机组的 设计制造安装和测控的技术标准体系 为后续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鹤滩工程的设计建设设备的制造安装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自主实现的 这使得我们国家整个水电建设的水平 进一步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引领了世界水电技术的发展 白鹤滩的单日最大发电能力 可以提供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 每年可以节约标美1960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5160万吨 它的节能减排的效果非常显著 对于促进全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意义重大 白鹤滩的电力主要输送到江苏浙江 它促使我们国家大容量远距离高电压输电技术 进一步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也促进了电网的发展 白鹤滩的防洪库容是75亿立方 它是金沙江下游最大的防洪屏障 可以有效地提高沿岸城市的防洪标准 白鹤滩的建设带动了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了周边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 也推动了新型成立化建设水平的提高 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再添新动力 白鹤滩的工程建设为我们国家特高拱坝 巨型地下工程以及高端设备的制造安装等 巨型工程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 我们国家水电的可开发容量达到了6.8亿千瓦 我们规划到十四五末我们国家的水电装机要达到4.2亿千瓦 所以水电的开发大有可为 它也将为我们国家碳打风碳中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